儘管開米颱風遠離 但還是對南台灣帶來風雨 因此26號一整天 高雄地區都是停班停課的狀態 不過可以看到呢 百貨公司營業時間都還沒到 門外就湧現人潮準備逛街 但也聽你都來稍作訪問 你幾點來的 10點多就準備出門了 因為我以為今天主持開門 你很幸運 就是第一個 你是自己吃還是 跟朋友 好那真的是悶壞了 包含漢神兩館 夢時代大力 意想時尚廣場 星光山月等百貨公司 是都紛紛延到中午的12點 來開始營業 儘管如此還是抵擋不了 民眾想逛街的心 那麼一開門 這個明時街就瞬間被擠爆 那麼其實今天也就是26號 風雨都逐漸開始有變小的情形 就業者不受颱風影響 也出奇招拉克 成立專賣店 主打一壓多吃 開幕就祭出優惠 同樣吸引悶壞的民眾 到場享用